一笑紧张的对骑士匕首士 就怕他不熟悉新的交通动线 误闯这条刚启用两天的公车专用道 蓝迪的公车专用道是新北第一条 为了因应捷运款装线开通 让交通分流的车道 地点就在板桥文化路名泉路道新占路段 12月17号启用也衍生了交通混乱的状况 记者实地观察发现 短短10分钟就有6位骑士误闯公车专用道 如果再切回来 恐怕就有被后方车辆假装的危险 不少民众质疑设计不良舒缓交通 却反而人车真道交通塞爆 齐培市交通局解释 如此设计是评估后的决定 只希望用最少的改变来提升行车秩序 从文化路执行的机车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车 才会走到满车道 那大部分的五分之四的车 其实就是走在现在的快车道的位置 民权路上面就至少设置了三面的提醒 它说文化路已经有公车专用的启用 来提醒他们行驶 比较靠中间车的车道 目前的22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都有移交指挥提醒 23号开始离风时段才有移交 全长400公尺的公车专用道 若还有状况还是会适时调整 记得您是刚秋雨亭新北采访报道